中共央视新闻节目24小时的制作人王清雷 日前因为在微博上说了一些真话而被央视解职 随后王清雷就写了一篇告别央视的短文 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王清雷 中共央视节目24小时制片人 曾任足球报记者 中央广播电台华夏之声节目主持 央视新闻评论部 新闻周刊记者 新闻一加一主编等 12月1号晚 王清雷在新浪微博上宣布 11月27号他已经办理了离职手续 同时他以告别央视 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些真话为题 讲述了他被解职的整个过程 以及在央视这十年的感受 据王清雷透露 他被解职的原因是说了几句真话 但领导认为这样违反了台里的所谓 微博管理规定和纪律管理规定 王清雷认为 央视因此将他解职 是杀一警百 警告他人 今年8月 中共打击网络谣言期间 王清雷发微博质疑央视 作为国家主流媒体 却利用画面 进口评论等替代法 进行有罪推定 是全力僭越 从24小时到面对面节目 王清雷说 他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竭尽脑汁 用各种办法和说词 把媒体人应该做的选题 想尽办法获得领导的批准 在竭尽全力的帮助走钢丝的同事 不给领导找麻烦 谈到在央视这十年的感受 王清雷写道 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 按照新闻的标准 我们希望报道应该报道的选题 被一次次的驳回 我们希望发出的声音 应该表达的态度 被一次次的夭折 这对于新闻人来说 是一种多么残酷的逼则的现实啊 王清雷提到 一年里我们会说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 也就是禁令 他提醒主管们 不能不让不许报道的新闻太多了 你所可以报道的新闻 也就没人信了 王清雷还质疑 一个容不下一点真话的体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一个谋权谋利谋关系 可以安稳生存 坚持理念和信仰 就被肃清的体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王清雷被迫离职 反映了中国大陆 在中共政权的统治下 新闻和新闻工作者最真实的现状 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媒体无法担负应付的社会责任 这成为中共给民众洗脑的工具 成为维持中共统治的工具 也使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 被迫沦为中共的打手和帮凶 而那些有道德良知和新闻职业操守 不愿意跟随中共撒谎的新闻工作者 就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和打压 王清雷的遭遇就是如此 王清雷的这些真话 很快遭到新浪的封杀 但是却得到很多名人 学者 媒体人和许多民众的接力转发 也引起人们的议论 他因为新闻业务业务和这种知识面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支援人 他这样的一个结果还是很遗憾的 他的事也是一种标志 可能对样式来讲 也是需要面对的新的现象 也有网友发出 向坚持真理和正义而付出代价 或做出牺牲的媒体人致敬 夏小强指出 媒体的社会责任主要有两点 一是信息披露 二是舆论监督 如今中国有一大批这样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与中共的新闻制度做出抗争 让人看到了中国媒体未来的希望